女员工想帮带病加班的老板按摩 舒缓身体不适 可精明的老板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第一时间示意女员工出去 可在一次应酬中 女员工勇于帮老板解为顶久的表现 终于还是让老板刮目相看 然而老板万万想不到 自己已经掉入到一个 处心积虑设计的陷阱中 男人名叫李宗德 是一个身家不菲的公司老总 震完 他意外发现公司新来的员工丁林烈 主动加班到深夜 不禁对对方多了几分欣赏 可李宗德不知道 丁林烈这是故意在她面前表现 而自从那晚开始 丁林烈就有意无意地找机会 接近李宗德 一次给李宗德送文件的时候 看到她就急缠身 咳嗽不断 便开始嘘寒问暖 端茶送水 甚至大胆地帮李宗德按摩了起来 丁林烈的语气和举动 显然有些暧昧 精明的李宗德马上意识到了什么 没有继续让对方接近自己 直接叫她出去了 可令李宗德没想到的是 一场意外的到来 却让他们的关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天 李宗德约见了几名重要的客户 想找公司的赵经理一起去应酬 却不料赵经理临时请了试驾 得知消息的李宗德顿时一筹莫展 就在这时 丁林烈静自告奋勇 表示自己在以前的公司工作时 也经常外出应酬 可以陪同李宗德去招待客户 李宗德听后虽然迟疑不定 但为了顾全大局 最终还是勉强同意了 可出乎李宗德意料的是 当晚面对几名重要客户时 丁林烈静真的毫不怯场 从容应对 不禁对她刮目相看 而当见到李宗德被频频劝酒 有些力不从心时 丁林烈还主动站出来替李宗德挡酒 这更是让李宗德心生好感 可李宗德万万想不到 在自己卸下防备的同时 厄运也接踵而至 等到饭局结束后 李宗德已经彻底醉倒 丁林烈将他扶到了酒店的房间休息 然而在见到对方不省人事的模样后 丁林烈静脱下衣服 主动和李宗德发生了关系 等到第二天李宗德清醒过来后 只以为是自己酒后乱性 因此对丁林烈非常愧疚 谁知丁林烈却一副善解人意的样子 反倒安慰李宗德不必在意 而李宗德也就此沦陷 殊不知自己已经一步步走进 丁林烈处心积虑设计的陷阱中 经此意外 两人的关系显然发生了质的变化 但李宗德不知道 自己带着丁林烈走出酒店的时候 竟恰好被自己的儿子李扬撞了的正着 当李扬发现两人携手亲密的模样后 顿时因为父亲的外语气恼不已 可更重要的是 他跟丁林烈的关系竟也不一般 此前想后 李扬最终忍不住找到了父亲 并将自己那天看到的说了出来 李宗德听完顿时十分尴尬 本想辩解 但李扬却突然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 原来丁林烈竟是李扬的前女友 之前两人曾在同一家公司上班 在一场意外的邂逅后 两人很快便坠入爱河 但等他兴致勃勃地 将丁林烈介绍给好友吴迪时 吴迪却替李扬担心了起来 原来公司里早就传开了 说丁林烈是个十足的拜金女 事出反常必有妖 吴迪觉得丁林烈一定是从别处 听说了李扬显赫的家世 这才便刻意接近李扬 然而比十天真的李扬 却不愿意相信 为了让李扬看清丁林烈的真面目 吴迪便给李扬出了个主意 他让母亲配合表演 让吴迪带着丁林烈到自己家 假装是个穷小子 以此来试探丁林烈的反应 李扬一言照做 结果真的不出吴迪所料 在见到眼前这个寒酸简陋的住处后 丁林烈果然露出了嫌弃的表情 尽力马向李扬提出分手 李扬万万没想到 丁林烈竟然翻脸比翻书还快 但同时也庆幸 能够早日看清丁林烈的真面目 他本以为自己和这个唯利仕途的女人 不会再有交集 却不想父亲竟也意外掉入了 丁林林设下的桃色陷阱里 得知真相的李宗德顿时震惊不已 也悔不当初 当即便下定决心 要和这个心机深沉的女人划清界限 想到妻子赵秀兰身体不好 李宗德便请求儿子 不要将这件丑事告诉妻子 而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李宗德决定明天就开除丁林烈 与对方一刀两断 然而此时的李宗德却不知道 自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第二天 李宗德便找来丁林烈 想以公司的名义辞退对方 不料丁林烈却有恃无口 直接搬出他们之间的一夜情 威胁李宗德 李宗德对此显然也早有心理准备 因此便提出会给丁林烈转20万 让对方赶紧消失 谁知丁林烈听后却冷笑不止 直言20万太少 竟是想往上加码 然而当李宗德让他报价时 丁林烈却又故弄玄虚了起来 将问题抛了回来 表示前的数额全看李宗德的诚意 如果无法令他满意 就会将两人之间的厌世散播出去 丁林烈的无赖让李宗德几乎暴走 可又无可奈何 于是便找到儿子李扬商量 父子俩最后商定拿100万巨款销债 但为了防止丁林烈日后就是重提 再行要挟 李扬还是决定亲自去会议会对方 而当丁林烈得知李扬确实是富二代 还假装贫寒来试探自己后 心里顿时复杂不已 他知道李扬是在嘲讽自己 但丁林烈此时眼里只有钱 李扬也开门见山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提出会给对方100万 但条件是要丁林烈签署一份协议 保证他在拿到100万后 不会再纠缠不清 否则就会将钱追回 对于这个要求拜金的丁林烈最终也是欣然接受 然而当他将自己的卑鄙所得告诉自己的闺蜜后 闺蜜却表示要拿100万不如要套房子 毕竟再多的钱也会有花完的时候 只有房子才能不断的升值 闺蜜的话顿时点醒了丁林烈 见有漏洞可钻 丁林烈便又打电话给李扬父子 改口要将那100万换成房子 无奈的李宗德考虑过后 最终还是选择了破财消灾 并很快与丁林烈签署了保证协议 李宗德以为事情终于可以到此结束 却不料没多久 丁林烈的无耻便再次刷新了他的认知 这天李扬来到公司找父亲 却意外发现了消失已久的丁林烈 见他刚从公司出来 李扬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 于是便找到李宗德 询问是不是丁林烈又来纠缠 心情沉重的李宗德不想让儿子担心 因此强装镇定 对此事矢口否认 而实际上确实是丁林烈又出幺蛾子了 原来今日丁林烈突然上门 竟是要求李宗德在公司里 再给他安排一份工作 而且还要月薪过万 这种得寸进尺的要求 立刻点燃了李宗德心中的怒火 于是他便搬出当日他们签署的保证协议 扬言如果丁林烈再纠缠不清 自己便会去起诉对方 然而无耻的丁林烈却油言不尽 竟表示如果李宗德不答应 他就会先一步将事情泄露给媒体 显然是吃准了对方不敢将事情闹大 这回李宗德最终意识到 丁林烈就是个无底洞 于是便开始后悔给对方买房 李宗德很快找到律师咨询 在得知可以追回房子后 李宗德顿时喜出望外 却不料律师的下一句话 却让他的希望瞬间落空 原来房子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虽然可以锁回 但却需要妻子赵秀兰提出诉讼 可李宗德并不想妻子知道这些丑事 只能从长计议 想到自己纵横商场大半辈子 林烈却被一个女人逼得走投无路 李宗德心中顿时苦涩不已 很快李扬便发现了父亲的异常 几番追问 这才得知了那天丁林烈来找父亲的目的 此时的李宗德早已是悔不当初 生怕事情闹到最后 会毁掉这个美满的家 看着父亲无助的模样 李扬是怒不可遏 竟忍不住找到丁林烈家里 扬言要根据协议收回房子 然而丁林烈却根本不把李扬当回事 被彻底激怒的李扬 打了丁林烈一巴掌 然而丁林烈还是毫不畏惧 警告李扬还有下次就马上报警 双方就此不欢而散 事态的恶化让李扬也忧心忡忡 心烦意乱的他来到酒吧买醉 很快九亿就裹挟着怒火 喷博而出 让李扬一度打算找人 教训丁林烈这个贪得无厌的女人 但死党无敌还算头脑清醒 连忙阻止李扬筑成大错 并语众心长地劝说他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 毕竟只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与其继续瞒着赵秀兰 不如在酿成更大的错误前 及时止损 无敌的话让李扬幡然醒悟 于是便找到父亲 劝他不要一错再错 李宗德听后也终于鼓起勇气 将事情的原委都告诉了妻子赵秀兰 得知真相的赵秀兰是悲愤不已 但在李宗德的道歉和儿子的解释下 最终决定给丈夫一个机会 并立刻对丁林烈提出诉讼 故事的最后 还在享受的丁林烈 最终等来了法院的船票 得知原因的他顿感难以置信 李宗德夫妻最终通过法律的途径 要回了房子 而贪得无厌的拜金女丁林烈 则落了个人才两空的下场 真是大快人心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